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继续我们的团团转项目,首先我们可以回复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上一节课我们实现了一个收藏商家的一个功能,加入了本地数据库,将收藏的信息呢缓存到数据库中,还有就是我们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不把那个实体的各个字段当成表的字段,而是从一个接生伺服创, 这是为了方便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扩展,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实现团购列表的一个展示,这个展示呢,跟我们实现商户,这个列表步骤其实是一样的,它们只是内容不一样,还有表格的样式不一样,我们今天就来实现一下团购列表的一个展示,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圆形,这是团购的这个页面, 跟我们后面的这个商户列表很像,也有不限区域,分类,还有默认,这三个一个筛选,这是一个单元格,这是一个单元格,它跟我们商户这个页面呢,只是内容不一样,还有单元格的样式不一样, 我们今天就来加一下团购的这个列表,再回顾,再巩固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商户列表的一个知识,首先,看这是我们的团购页面,已经加上了, 它其实跟商户页面有一些公用的地方,所以我们把这些机类呢,我们把这些公共的部分,就像我们这里的这些公共部分,看一下啊, 公共的部分,公共的部分,写在我们积累里,这里边,这就我们分螺框的一个好处, 我们这里的这个 widget 呢,看一下啊,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个 widget,这个 widget,我们看,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一个机类的 widget, 好,我们把它这些公共的部分,转移到积累里, 这里边,我们就把这些去掉了,还有区域选择的这一部分呢,这个减格函数,我们也写在积累里,嗯,然后我们把实现进行一下修改, boss的second,然后second area,好,这一部分,转移到我们的积累里,因为这个团购, 这个公共的部分,我们在团购列表中也要用到,所以我们把它转移到积累里,然后do select button,这也是一个公共的函数,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advided呢,这里边我们可以进行一下,advided的owner,这里边有个owner,我们把这个owner呢,写在我们的base里面, 好,这样就有了一个,这里边就大概,就把公共代码进行了一下转移,然后我们再实现,在实现团购这个页面呢,我们这里边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只需要, 点击团购的时候,记得再来团购,然后我们就显示团购的一个详情页,这是我们下一节课要讲的,添加团购详情页的时候,在实现这个函数, 这样加完了之后呢,看我们的,这两个页面其实有很少的代码,基本上很少的代码,我们公共的部分都放在了积累里,然后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加上我们的一个,团购的一个配置,商户配置,还有一点点卡,等下,这个页面呢,跟我们团购页面, 团购配置是相似的,所以我们这里边,拷购一下,团购配置,把它加进来,加一下我们的资源文件, 团购配置,团购配置,团购配置我们把它进行一下整理, 这里边我们改一下这个拥有者,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的一个事情,我们在这里添加的时候,看一下啊, 我添加这个vidget,我现在可以先运行一下代码, 这里边我们添加这个vidget的时候, 这个vidget呢,其实就是我们团购的一个vidget,我看这里,这里有了,有了这个团购的vidget,我们先把它加进来, 好,这个团购配置的, 就就建立完了 现在可以先看一下 团购 看我们这里面就有了一个 团购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列表 这里边区域 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代码 区域就已经有了 这一部分公共的代码就有了 然后把团购为data再加上 看一下我们的商户为data 我们这里边可以直接拷过来 import 其实看一下我们的操作 我们还没有一个获取团购的操作 团购 我们这里还没有团购的一个operation model我们也没有 我们先把model加上 找 source baseinfor 然后团购 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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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operation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 这里面的widget 这里边我们就是团购 这样 高度我们也先设成100 这个url呢 就是团购 uil sget 团购 这里边其实就是一个fs base base page 这里边是一个团购 团购 团购 这里边是一个团购 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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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购为配置 看一下这里边的一个团购配置 这边有个信号 看一下这个团购 好 我们的VD他就加完了 好 加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sale 再加一个sale 这就是我们的团购sale 这里面已经有了 我们直接把它加进来 这里面也有了 这就是团购sale 看我们的xib文件 团购vidget 商务vidget 其实就跟这个一样 我们再把它拷贝一下 这个为什么要重新再建立一份呢 就是方便我们以后可能有不一样 团购vidget有区别的时候 方便进行一个扩展 所以我们还是区分出来 商户sale 团购 好 我们再把这个资源文件就可以加进来了 好 记得改一下他的一个所有者 团购vidget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团购sale 改一下他的重用的一个标识 好 这个页面 以后我们再按着他的一个风格进行设置 团购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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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呢这些接口基本上就加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接口 这是接口返回的一个内容 还有一个看一下我们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标题 团购价 还有一个原价购买 区率 这些这些字段 其实呢跟我们这里边呢 我们看一下商户 商户呢 他也有这些字段 我们可以从利用里面的一些字段 还可以就是直接直接重新定义 看这里边有一个团购价 current price 原始价 还有当前价 我们可以 把内蒙 description 描述信息 disc 描述信息 然后 这里边我们有一个 list price 还有一个 current price 当前价 我们这里边还有些区域 我们看是不是用到了 我们看这里边还有哪些字段 是不是距离 距离我有多远 然后是不是已购买 看这里边还有哪些了 就没有我们是不是已购买 这是 p p s count 然后看一下 基本上就这些信息了 距离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个距离的distance distance 这是因为有一个距离 距离我有多远 distance 好 根据我们的一个借口返回值 我们把这些字段来进行一个 实体进行一个返回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实体 然后我们再把它进行一下解析 看这些字段放在哪呢 是放在我们DARS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团购的inf 这里边看我们有一个ID 我们可以需要的它一个dear Name就是我们title description 还有一个 我们来改一下 DistPrice 对尸体进行一个解析 CurrentPrice PriceCount PriceCount 根据我们的一个实体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Operation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Operation 同样我们这里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参照我们以前写的 这是一个团购inf 团购的一个实体 好 基本上我们写完了 然后看一下我们可以先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返回 基本上都返回返回内容了 i的团购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资源是不是进行了一个关联 团购配置 这里边有这些字段 团购的一个vidget 然后团购的一个sale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边的一个是不是进行了一个添加 它没有加上 说明在我们的团购配置里边 这里边少一个add page add widget 看我们这里边进行了一个添加 其实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把它写在一个G类里面 我们给这个add widget呢 一个默认的一个实现 避免它阻挫 好 我们运行一下 首先看我们的商务没有问题 看我们的这里边 进行了一个添加 进行了一个添加 这是调用 请求 就是一个加载 看这里边的一个解析 我们是不是没有实现 这里边有一个 proception string value recognized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 这是我们实体解析的时候一个错误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哪里出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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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里边呢 number 这是一个id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这是一个字典 这是一个字典 然后pattest count gain value 那就是在这个字端的时候 name 好 这个number 看一下它这个number 这个number 其实这个字段呢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number delid delid 其实就是一个字典 所以我们这里边就不用对它进行一个转换了 这里边直接来用 因为商户里边它是一个整数 我们这里直接来写 好 我们再检查一下 这是看我们的一个 这里边没有一个字段的团购 sale 我们拷购进来 它有一些关联关系 我们这里边没有 所以它会爆一个崩溃 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sale里边的一个信息 商户这里的一个字段 这些我们先拷过来 到时候需要的信息 我们再往里添加 看 看这里边就有了我们sale的一个样子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对这些空间进行一个关联 还有对它图形值进行一个设置 所以这里还是一个默认值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 然后我们的标题已经变了 然后我们看 按照我们的圆形图 来设计这个sale 看到我们的圆形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标题 传购价 这里边就是一个 传购价还有原价 我们把它设在一行上 然后这里边有没有一个已购买 你购买的一个标题 然后还有一个distance 我们在这一行 然后把它应该设高 设高一点 这里有一个描述信息 这里边把它放长一点 然后你这里边的一个 Numberlands等于2 然后这里边就是一个E 宽度 好 我们再进行一个设置 这里边我们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可以设置一个价格 Prize Label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 我们就叫address 还有一个描述 描述的一个Label 好 我们在这里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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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price label 可以设一个团 团购价 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把它写在 一个常量增刷的定义 文件里边 看一下这个 价格 at 空格 然后原价 下个符号 and info the price the list price 团购 info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 list price at you for the you are in current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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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el 设完之后 再设一下address 这里边的标题叫 你购买 然后这是距离我 这个就是看一下它的一个定义 price distance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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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 然后这是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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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设一下它的一个描述 就是 distance 等于 info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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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一个描述 这样我们基本上就先看一下效果 我们先进行一个关联 这个就不是它了 然后 这里边是一个price 这是一个address 还有一个disc 好 运行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它还有一个图标 在编译的过程中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图标 叫imageUR 我们可以把imageUR进行一个添加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 都是这个宽度 small image 我们就写 它应该有两个图片 我们就叫一个icon 好 再进行一个解析 好 再进行一个解析 这里边这个small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图 小图的一个URL 这是这个 然后imageURL 这是一个大图的一个连接 这样我们添加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图标进行一个显示 因为在设商户的时候 看一下商户sale 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图标是一步下载的 这里边我就先是把它写成写在我们这里边 大家有时间可以参照我们这里一步下载 把这个图标进行一个一步设置 这个图标没显出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边的一个效果 看这里边都有了 为什么出现这种呢 因为我们单元格的高度没有设置称去 这告诉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来怎么解决 这里边是132 这里边就50100了 看图标图标都有了 描述 是可以购买 距离 这些都都已经设置成功了 我们在有时间呢 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图标的一个尺寸 看一下 262 159 还可以进行一个进行一个 把我们这里边的图标进行一个更改 这个尺寸进行一下设置 还有这个坐标距离 还有这个坐标距离 这里边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个思路 这里边就是大家看一下 其实滑动的时候有些卡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图标的一个在主线程中访问网络的一个图片所导致的 大家有时间呢 可以仿照我们这个商户 这里边看我们的这个一步下载是怎么实现的 加固 加深一下我们一步下载图片的一个印象 所以我这里就先不做了 好 我们这个商户团购这个列表呢 基本上实现完了 大家可以是可以再去练习再进行一个界面的一个完善 按照我们的这个原型图进行一下 进一步的一个完善 好的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